高雄演唱會經濟大爆發 連帶各大商圈與旅宿業者都受惠 光是2023年就在高雄舉辦超過64場演唱會 帶來觀光效益約23億元 數字相當可觀 造福不少的旅宿業者和商圈夜市 以去年112年 我們的商圈整個成長超過三層 尤其是夜市他們收費最多 他們把整個高雄演員經濟都帶動起來 演唱會對於相關產業帶來許多正面效益 但是在會場周邊的居民 則是感受不到太多的收益 反而因為噪音、震動和交通 讓不少人抱怨連連 該擋的地方他們要擋到 因為他可能想說管這邊就可以 可是我們那個禮是 很多個地方都可以通到適應場館 所以他們就沿途 就是每個巷子幾乎都滿了 他規劃的要給人家停的機車的地方 反而他們不曉得跑到那邊去停 不過總體來說 高雄市的演唱會經濟還是正向居多 但是也發現了不少的問題 特別是旅宿業 雖然說服積極查氣 刻意哄抬房價的業者 不過有時因為粉絲的瘋狂訂房行為 也讓房價一直居高不下 因為他還沒有賣票 全部的房間都被賣 房間都被收光了 因為他也沒有票 他就整個都賣完了 為什麼?他怕沒有房間 那其實是錯誤的 到最後國外客人要訂 他有買到票 真正有買到票 到國內來聽演唱會的時候 他買到的飯店是最貴的 另外演唱會場地的收費問題 也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不過台灣的周邊國家 以後都為了爭取大咖歌手 而給予優惠 議員邱俊憲認為 適度的優惠讓大家認識高雄 未嘗不是為未來的演唱會經濟暴露 在業界裡面也可以讓他們知道說 高雄的這個場地 是適合這樣子幾萬個人來舉辦 非常有水準的 而且相關的行政協助 不管是在交通 維安 環境的整理 配套的這一些相關措施 都可以讓這一些來舉辦演唱會的 這些公司或者是團體 能夠比較有省力的方式 可以在高雄能夠順利舉辦 隨著一場又一場的演唱會 在高雄成功的舉辦 不斷挑戰樂迷最高的道場人數 演唱會經濟的效益已經不容忽視 不但能為高雄帶來人潮與商機 更能讓大家看見高雄的軟硬體實力 接著高雄綜合報導 小型哥的角度 請問我們車下代 不停 請示範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